他是清华大学高材生 毕业后进入央企 享受着国家的顶级资源 却丝毫没有感恩之心 在河南人民经历水灾的时候 大骂活该 屡次发表惊日言论 伤害国人的感情 这个人就是清华硕士毕业生李锐 在灾难降临同胞受难时 他一副施不关己的样子 还在受灾群众的伤口上撒盐 无耻至极 享受着顶尖的社会资源 国家又没有一点对不起他 李锐为什么要说出 这样丧心病狂的话呢 他还有哪些嚣张言论被扒出 如今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本期千人千影 为您起底这位 道貌岸然的清华败类李锐 希望能警醒那些 不安分的崇洋媚外者 关注千影 看精彩视频不迷路 2021年7月 河南面临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 近三天的时间 就下了一年的降雨量 全国积极调动人力物力 为灾区持缘 当地人也积极组织自救 在这样的天灾面前 人力还是显得格外渺小 好在全国一心积极应对这场灾情 让河南人民更有底气勇敢面对 又在全国人民都关注河南灾情时 清华高材生李锐 没有为河南受灾同胞做出任何贡献 却敢跳出来说风凉话 他在社交平台上说 国人前段时间嘲笑 德国的下水道是垃圾 没过几天 自己的下水道也淹了 报应 李锐还特地配上了郑州地铁被淹的画面 要知道就在那趟被困地铁上 有12个家庭永远失去了他们的亲人 至今还有人没能走出悲伤 李锐不管不顾 还大放厥词 希望这样的网络喷子正在郑州坐地铁 能说出这样丧心病狂的话 简直枉为人 作为一个中国人 看到自己的同胞遭受苦难 他不能施以援手就罢了 还落井下石地用报应这样恶毒的字眼去形容 无疑是给受灾者伤上加伤 更让人气愤的是 李锐在明知道地铁上有很多人不幸遇难之后 还毫无怜悯之心地用这件事冷嘲热讽 简直是毫无人性可言 作为中国人 在郑州水灾之际 站出来为德国鸣不平 可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高风亮节 还说别人是网络喷子 李锐的贼喊捉贼的行径 让人所不耻引发了众怒 深挖之下才知道 这位李锐平日里也是劣迹斑斑 李锐从小就是别人家的孩子 头脑聪明 学习成绩优异 2002年考入清华大学建设管理系 因为表现优异 曾被学校公开宣传过一次 成为清华的优秀校友 顶着清华硕士生的光环 进入了央企远阳集团 成为了一名高级经理后 他开始显现出了自己的贪婪的本性来 有网友扒出了李锐跟朋友的聊天记录 他跟朋友大肆炫耀 这几年收受贿赂的光荣事迹 还大言不惭的说 自己是在闷声发大财 收了十几万 作为清华的高材生 李锐确实是生财有道 为了圈钱还大放高利贷 赚了20多万 从这一点就不难看出 李锐三观不正 还屡次触及法律 难怪会在河南水灾时 毫无顾忌的说起风凉话了 本性如此 还想让他说出什么有良知的言论来 你以为李锐光这样就已经很恶劣了 看到他接下来的行为 你才会知道 什么叫无耻到无底线 一位网友晒出于李锐的聊天记录内容 更是让人瞠目结舌 他还是一个惊日分子 小学生都知道当年日本清华时犯下的滔天罪行 国仇家恨至今都未能平复 但这位拥有高学历 担任大企业高管的精英人士 却不顾历史事实 满是欣赏的赞扬日本人懂规划 还希望日本多占领几年就好了 他的这种所谓的真知灼见 还不如一个刚学写字的小学生三观证 李锐屡次发表这种惊日媚外的言论 估计还会觉得自己生活在中国很委屈吧 竟然将日本的侵略战争美化成了规划建设 在河南遭受水灾的时候 无法感同身受 还要用言语重伤 李锐的言行真是让人毁三观 都知道李锐就读的清华大学 是国内的顶尖学府 教育资源都是最优的 享受国内提供的优越条件 一脸谄媚的跪舔日本 这种无耻行径 无疑是在给母校清华抹黑 李锐却丝毫不知悔改 但现实会教会他如何做人 他就职的远洋控股公司站了出来 对其进行了开除的处罚 从一个社会精英 变成过街老鼠也只是分分钟的事 这样的结局引起网友的极度舒适 无不让人拍手称快 网友们都觉得李锐被开除是罪有应得 他这副丑陋嘴脸曝光之后 相信再也没有企业敢录用 这个连自己祖国都不热爱的人了 李锐的事情一出再次将清华大学推上了风口浪尖 清华大学这几年 这类崇洋媚外的事件频发 让国人渐渐对这个顶尖学府失去了信心 清华培养出来的优秀学生就这样 任大教授曾在演讲中痛心疾首的说 从1978年到2015年 光是美国加州硅谷的一个地方 就吸纳了将近2万中国清华大学毕业生 从统计数据不难看出清华大学培养的人才外流情况严重 而且不是近几年才有的 在2015年清华学子高庆辛在斯坦福救读博士时 靠着破解我国的北斗机密 换了他在美国的绿卡 卖国贼的行径展露的无遗 就在今年6月份 清华才女蒋方舟被骂上了热搜 她可是从7岁开始写作 还有天才少女的美誉 清华为了她还特地降低了60分 将其破格录取 怎么就突然被骂了呢 原来是网友在日本政府重点资助的名单当中 看到了蒋方舟的名字 无力不起早的日本政府 为什么愿意给一个中国人出资资助呢 蒋方舟站出来回应 自己在日本旅军一年 出版了《东京一年是正常的文化交流》 但看过这本书的人发现了端倪 在这本书当中 竟然有为日本的核污染进行辩护的内容 果然不出所料 这就是每年享受国家大笔经费和补贴的清华 培养出来的人才吗 果然一个个都不同反响 学生出一个两个三观不正的就算了 最不能容忍的是清华大学校长邱勇 在毕业典礼上的讲话 全篇都是关心学生的个人前途 没有一句与家国情怀有关 难怪华为老总任正非 在研发鸿蒙系统的选择上 故意避开清华 担心为他人做嫁衣 难保培养出来的人才 不会跑到国外发展就不回来了 如今的中国在不断强盛 科研条件也在不断提升 国内的发展不如国外 深深学子应该有一颗赤子之心 以为祖国天真加瓦为荣 而不是只顾个人发展 顶尖人才更是要将自己的命运 与国家的未来相连接 这才是人才该有的格局 清华是否也该反思一下 是不是自己的教育真的出了问题 才会频繁出现这样的卖国贼 好像与之相比李锐的言行 也变得稀松平常了 德为基 无德之人 才高何益 你觉得是清华的教育出了问题吗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本期千人牵引到这里就结束了 关注牵引 方便查看 往期精彩视频